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BiliBala Tal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花生的新闻 话说在美国严湖城有一间抹世圣徒教会 即是莫名教的教会 它就在它的年报里面反映了一个投资 通常在华人的教会 它那些投资它有不同的奉献 尤其是建堂的奉献 摆了很多的钱 要等够钱才能够来到去起教会 在过程当中 它做的投资就会是活期存款 非常微薄的利息 如果高一点回报 可能它就会做定期存款 又或者再aggressive一点 就是来到去投资一下债券 在香港我知道有不少的教会 就会买这个人民币投资的活期 或者是债券的 因为觉得人民币会升值 但是因为这个从美国的贸易战 令到这个人民币相对来说 就来到去贬值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教会又蝕了多少了 神的钱当然要来到去好好管理 在这个传统保守的教会 觉得投资股票就是非常之风险 甚至乎觉得是赌博 又或者是不劳而获 一定不会涉足的 但是为什么借钱又OK呢 根据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说到 就不可以向这个兄弟借钱 所以很多现在说的一些回教国家 都不容许这个银行来收利息 假如用这个概念来说 为什么教会觉得借钱又OK 无论是借钱起教会 又或者是借钱用来投资的话 他们有没有读过《圣经》呢 还是觉得银行就不是抵兴 它只是社会里面的一个机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似乎会教徒值得我们来去学习 Anyway 这间教会 它不单止只是投资债券 它就用了百多万 买了4万6千股的GameStop 一家垃圾 不垃圾在疫情的缘故 没人买在游戏的情况下 跌到渣都没有 但是又因为一帮散户 来到去坚撑它 要打老虎 于是就令到股价红红红 最高的时候上到四五百元 目前为止都仍然维持在二百多元 所以截到去第一季2021年的时候 这个股价就水涨船高 于是80多万的投资 变了八百多万 即使是上个星期四的股价 下下跌了一点都值七八十万 升值了八九倍那么多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大有信心 大有能力 神显灵 大有神迹的一个创举投资呢 可能保守的一些信徒 就未必会这样看的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样看信心的 亦都是非常之有趣的 我们说教会现在要建堂了 要有计划了 我们要有信心了 于是如果去到期限 或者一再延迟了期限 但在最后我们能够买到地 起到一间堂 又筹够钱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神迹目标完成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这一件事其实是很有趣的 你Rely on那样东西 纯粹只不过是你能否 能够persuade到弟兄姊妹能够识水出来 如果识到水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就是神迹目标 就完成到了 如果识不够水的时候 你就说所有人不够信心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是很amaze的 比较到今次这个魔门教 他可以赚十倍钱来说 我不知道你哪个够amaze 大家对于amazing grace的说法 解读和理解是很大分别 我个人来说 绝对觉得你绸期这件事 就完全一些amazing的感觉都没有 你只能够充其量就说 这个是爱教会的举动 将教会视为一个家 我扔多少钱下来 哪怕我觉得欲痛 哪怕我要留有一个个人消费上 享受上的牺牲 我都不介意 所以我扔出来 绝对跟信不信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 分享这个所谓信心奉献的见证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把钱放出来 神在第二个地方 扔回够劲一点的钱给我 然后你赞美主 这些就是信心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不玩GameStop 为什么不 那些爆竞的 方展博丁蟹 这些叫做神迹 对不对 另外如果你不单只从一种 实际上什么是 信心爱心 筹币还是投资 还是赌博的角度 你看回历史上 在圣经里面 什么为止是一个神迹呢 看第一圣殿 他的建造 其实是由大位 透过争战 打赢了掠夺了 很多其他国家的财物 之后又透过所罗门王 用一个外交政治上 赚了很多商业的钱财 累积了的时候 于是就有钱来建了第一圣殿 这个就是神迹目标 因为他可以赚这么多钱 本来是一个被欺压的民族 列强横志的时候 不是透过捐献的 虽然我们也有一些例子看到 就是在圣殿之前 会幕 摩西在西乃山里 得到神的墨士 如何来建会幕 然后大家一起筹币 但同时 你也可以认为筹币得来的钱 其实是在十灾的时候 埃及人怕你多个怕米贵 然后你快点走 然后就付钱 来趕他们的小伙子 来离开埃及去到抗野的地方 那些钱是这样来的 同时你也可以认为 这个不是掠夺 纯粹是还以色列人过去 那么多年被努役的公道钱 总之即使捐献也好 其实technically的钱都似乎不是他们的 接着去到第二圣殿 那个Amazing Grace就更加强劲了 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大位 或者所罗门王来兴建 或者打本来兴建 是因为巴比伦比波斯灭国 然后波斯国 采取一个政治或者宗教的政策 就是让一些被迫被老的一些民族 能够归回到本土 然后归还掠夺了的物件 包括宗教的一些物品 包括他们当地被老的一些知识分子 宗教领袖各方面还乡 去到那个地方让他们重建他们的宗教 重建他们的礼仪 重建他们的文化 其中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时候 就来给他们 所罗巴伯 以斯拉这些 来兴建圣殿 以斯拉当然是最后期 就是来扶纳圣经 各方面的宗教文化 而所罗巴伯就是 通过他做省长的时候 给他钱来兴建 所以某程度上 那些钱是由政府来拨捐 政府来兴建 来兴建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迹目标的时候 而我们又觉得不是透过所谓的投机 甚至乎股票的投资来做一个source的时候 那我们又是要冒捐息 那些叫神迹 还是其实应该是 问政府摊大手板拿钱 这些才比较神迹呢 那如果你看回慕捐的tradition来说 那我们要看回教会的历史 由使徒行转里面 他不是在圣殿或是在会堂 又或者在教堂 他纯粹就是来到去给 所有的使徒或者信徒 有足够的生活 又过一个法物公用 相对地比较均富的一个生活 特别对一些比较贫困的教会 直到军事坦丁 将这个教引入 变成了一个国教之后 罗马的国教 他也不算引入 总之是变成国教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慢慢多教会来兴建 在过程当中 也就是教会来民政府打本 又或者是信徒在一些 local church里面 慢慢存钱来兴建 在那个兴建 就不是短短几年间的事 因为很多的 如果你去开欧洲 看开一些教会 他说到几百年才建好 最近很可惜 刚刚烧毁了的巴黎 姓武院是其中一个例子 建了几百年 当然不是国家教会也要几百年 那些是几十年 小一点的话 从来都没有人说过 他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的时候 是一个不凭信心的迹象 再加上当时的教会 就不单止负责 这个的教堂里面 神职人员 或者是不同的营运 或者只是传福音各方面 他基本上就有少少像 是每个地方的一个民间公社 大家可以去科学 然后有很多的分架 喪礼各方面都在那里举办 如果有任何的人 当时没有insuance 需要去救济 或者是需要去安葬 没有那么多盘村的时候 也都会在圣殿里面 在教会堂里面 来搏一些钱给他们 教会也都有一些地方 给他们来安葬 这个也都解释到 为什么你去那么多教堂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个坟墓 摆在地牢 又或者是backyard的地方 现代的教会 如果没有这些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需要 需要盲目地追求 这么大的一个土地 我们叫做智性的一个mission 神圣的使命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房地产的投资 尤其是当covid来到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online的时候 包括这个港导 今后其实是不是需要 那么大的一个信心 认献在建堂上面呢 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 但怎么计算也好 我自己不赞成 任何的人或者机构 去投资一些太过风险高 波动高 而没有什么基础数据的一些东西 包括GameStop 又或者是 这个Bitcoin那些 之前都有分享过的了 但是既然有一些人 凭信心地去扔资钱下去 就赚到盘满满满的 怎么计算都好 从什么角度 似乎都可以说是一个神迹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as long as他不是自己赚钱就可以 然后指责其他人 好像之前教宗那样 他也是做这些 一些投资赚到盘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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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非常值得人可耻救病的 也怪不得这么多的信徒 现在越来越多的流失 那个的增长也欠奉 就是看到很多这些弊端 还有有口说人 无口说自己 将自己说得很神圣 叫人点点点 自己原来都是这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赞 订阅 分享 Bilibarat Talk